这是最让人动容的历史时刻 朱老总去世七个月后 遗孀康克卿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先后列举的三件事 除了第一件可以上交朱老总生前诗词作品之外 康克卿还公布了朱老总生前留给他的一份遗嘱 朱老总曾经在生前多次嘱咐他 要将他的全部工资上交给党组织 除此之外 还要把家里珍藏多年的一件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交公 这件白虎皮大衣 尽管是朱老总生前最珍贵的私人物品 可是在他离世前 却依旧是兴系党和人民 想着尽自己最后的一份力将其充公上交 信中的第三件事是件小事 康克卿提到 当初中央为了照顾朱老总的身体 曾经特意为他定制了新床和手续车 如今朱老总已经离世了 但这些物品仍可正常使用 他希望能够交还给组织 让更有需要的同志使用 党为朱老总特制的物品 在朱老总和康克卿眼中 这也是公价的财产 应该物尽其用 当汪东兴看完这封信 被深深的感动了 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这不仅仅是对朱老总和康克卿 个人品格的感动 更是对整个革命精神的感慨 而这封信 不仅仅是康克卿对组织的汇报 更是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 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涯 更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 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 尽管那个年代已经结束 但朱老总和康克卿 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 却永远的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封信成为了连接过去 和未来的一座桥链 让我们得以一窥 那个特殊年代的精神世界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隐民历史故事 尽在账号主页 点击头像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